所以我们来看他介绍 介绍这六种染心 这六种染心里面 是从粗的染污到细的染污 粗的染污直向硬染 他第一个就谈粗的染污 谈第六意识 所以你看我们在各部经典里面 教我们凡夫地起修 你第一个要能够看破 身无我跟心无我 破我们的第六的意识心 大圣起心中也是这样说的 什么叫做相应 我的心跟静是融合在一起的 每一个境界都会带动我的忘心忘念 这个忘心忘念就是 透过境界所带来粗的 贪嗔痴慢一样 前面的那个无明妄想心是本源 这个粗的东西有没有离开细的 没有离开 染污越重了 脾气毛病越大了 那个叫做粗啊 所以直向硬染就是谈 在现在的环境里面 外在的境界的变化 都会带动我们的贪嗔痴慢疑 也就是见死而过 私货的缘起就在于没有政治界 所以如果我们爱一个东西 我们没有去及时的去遏止自己的贪得无厌的心 即便你爱的是正常的管道 那种爱也会加强你的贪心 称恨心也是如此 而要破私货的贪嗔痴慢疑 他一定要靠正之间入手 所以佛讲凡夫因地修行的 佛陀提供了37种帮助我们修道的方法 他首推八正道里面的第一个正之间 你要有正之间 你才能够破后面所有的私货 这又再次提到了多文为入道之本 那为什么会心跟境融合呢 因为起的是妄心 他要把外面的一切幻化的境 他不了解一法界的 万法为心线的道理 把那些幻化的境界当作是真实有 他跟他融在一起了 他就起那个执着 起那个贪得无厌的心 爱之要拥有他 恨之就要去舍弃他 谈这段经文 你我还在凡夫地应该最有感觉 我们有没有在天天去助长自己的无名 那就是我有想要什么东西 我都无尽量的满足我自己 我自己的钱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 管道也正确吗 可是要问 你对你自己的期许是什么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只想做一个繁夫地的繁夫 你花你的钱 重情享乐 有什么不可以 可是如果你想要 在心性上 往上更深一层楼 有所提升 有所进化 眼前合理的东西 你都不可以贪得无厌 所以修道人没有富贵道 所谓的富贵道是 夹你一人之手 以济天下人之穷 你的富贵不是供你自己在享用的 那修道呢 修道的贫贱道是什么 我没有 我不动心 我不羡慕 我不嫉妒 我安分守己 肃其位而行 这个叫贫贱道 所以富与贵在修行的路上 你都有你修行 所应该依循的方法 而这样的一个修为 自我要求 就会让我们在现实环境 境界风在吹动的时候 它对我们所带来的 诱惑的杀伤力 那个力量越来越唯独 所以这个直向应允的直 就是谈第六式的 直取向 还有什么 记名子向 这个一个直取 一个记名子向 有了名子向以后 光听到名字就开始有了心念 就开始有了作为 这个叫直向应允 直向应允就是 你的动的念 跟你外在的静 是完完全全融合 心生静 心静何为一 静又回过来 牵动你心里的无名 加重你的妄想心 而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结果 它最后反除到 储存到阿赖爷里面 就加重根本无名的势力范围 越来越根深蒂固的难以自拔 所以讲染就是 这六种染因 染心都会染污我们的自信的 所以到二圣的行者 他有了四圣地 为正之鉴 他就破了 这个信相应地 我跟我们讲 实信位 就是出著嘛 就正一个虚脱环 他有正之鉴呢 他就破了 然后一路先破贱货 再破撕货 各位前写 达到七柱的时候 正阿罗汉远离了 他就远离第六意识 所带给他的负面的影响 见识二货断掉了 那是阿罗汉的位置 所以这个远离是远离什么 远离见识二货 第六意识 谈的就是见识二货 可是这个远离是说 外面有境界风 不会带动他 就其实他阿赖也里面 那个能生见识二货的 那个最原始的无名种子 还在不在 在 三系六出都来自于根本无名 那个根本无名在 无名业相都去掉以后 他是彻底的连根进化 所以那个种子还在那个地方 种子能生吗 越生越多啊 这是迫他不起现行 你不起现行就是 我不会因为境界风的影响 我去做了什么动作 你没有动作没有业 你就不结果嘛 你就不受报啊 这是谈这个